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 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随着这个年龄增长 我们人对于世间的这个游戏规则 这部分的认知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游戏规则呢 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 比方说怎么过马路 红灯绿灯 对不对 斑马线 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或者是呢 你在公司里头 你要请假 公司可能也会有一个请假的游戏规则 甚至是呢 这个高中生 你要申请台大 你该怎么准备 哪些科目 这个其实也是有游戏规则的 甚至是你是一个上班族 你想要进台积电 那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些很可能都是明文规定的 如果你对于游戏规则的这个领悟力 你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你就很容易在任何事情上面 显得游刃有余 但是呢 有另外一大块 有游戏规则 可是它不明确 比方说呢 有些公司 对不对 升迁 它可能不是那么透明 你要默默观察 那些能升上去的人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 那如果我也想要变成跟他们一样 那我应该去累积什么样的能力 甚至是跟怎么样的一个主管 来去亲近 甚至是呢 商业上面很常见 明明这个客户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招标是公开征选 可是呢 其实有可能他老早内定 就已经决定了某个供应商 或者是这个承岸的关键 其实根本不是公开揭露的那些条件 背地里头 其实还有一些潜规则 游戏规则清楚的 你自然知道利器要放在哪里 游戏规则不清楚的 你当然就会做了很多无效的努力 这个其实很麻烦 很头痛 可是你又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做冲撞 那有几乎你知道九成 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几率 你是做错的事情 我就举两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其实游戏规则 跟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 有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 我举例来说 就是最常见的例子 你直觉会以为的 常常都是错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 我到底该选哪个工作 他可能列了两个 列了三个 列了五个 那这个问题其实背后很容易理解 就是大家会很怕自己 没选择到最好的那个工作 但是我一路到了现在 我会慢慢觉得 就是你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就是高估了 在这件事情上面犯错的成本 但是这件事情的犯错成本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不过你以工作而言 我相信每个人从小都听过 行行出状元 我得说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你一定会看到 有些人他待在一个很好的职业上面 可是混得很长 可是一定也有一些人 他其实待在顶部 而且赚很多钱 那我想要讲的 其实倒不是说你该不该去 你只要能够把任何事情 做到一个极致 都可以帮你带来有益的报酬 最大的关键在于 我到底能够把什么做好 这个其实是外人没办法知道的 就算我告诉你说 现在去台积电 你当台积电的工程师 很夯可以赚不少钱 可是有可能你的数理能力就是很差 如果这个是匹配不上的 外在某一个选择再好 这其实也是跟你我无关的 所以就如同我刚刚讲到的 游戏规则的掌握能力 它其实对于我们在社会上面 混得好不好 关联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你懂得越多 你往往就能够把事情做得越好 反过来 刚刚提到犯错成本 是跟工作有关 另外一个状况是感情的挽回 这两个例子 刚好都是很多人会常常来问我们的 但是我得说 你会问这个问题 表示你低估了犯错的成本 很有意思 工作上面大家高估 感情上面大家低估 怎么说呢 就是在人跟人的互动中 其实你每一次的应对 都会在对方的心里 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意思就是说你对我好 我会一直记得 你是一个好人 你对我很好 你对我很关心 可是你如果对我不好 你的这个恶毒的举动 自私的举动 不友善的一些话语跟行为 其实都会在我们互相互动的过程中 留下记忆 你前面不犯错 后面就没有挽回的问题 可是你前面犯了太多的错 对方印象对你就是一个坏人 你后续要用什么招式挽回 其实那个难度都不可思议的高 这个概念我相信你大概可以听懂 你如果是一个对于犯错成本认知正确的人 意思就是你大概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犯错 什么事情不能犯错 那你的人生决策 你就会更精准 因为你会在可以犯错的事情上面大胆的实验 人际关系你知道只要搞砸了 后面就很难救 所以你不会任意的去做一些要求 你不会任意的去奚落对方 不会任意的去讲一些白目的话 那你的人际关系就会持续平稳 不管是朋友友情之间 闺蜜之间 或者是情人之间 甚至父母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你小心谨慎 这些人际关系都维持得很好 那你长期 你的人生一定过得好 光是犯错成本的一件事情 只要认知差异不同 时间一拉长 人的命运就会大不同 他会做对的事情 他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而是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就会乱来 人际关系搞得无烟瘴气 该尝试质押的一些挑战的时候 他永远裹足不前 那你可以想见 同样两个人 到了40岁 可能这个人生际遇会大不相同 人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东西 我其实之前好像就有路过一起 谈的就是我们要快速的搞懂游戏规则 学校一定有拿高分的方法 职场也有拿高分的方法 谈恋爱也有拿高分的方法 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有拿高分的方法 你一定要好好的观察 甚至是你稍微退后一步 你就看看大局 然后去问问在那个领域中厉害的人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到底需要补强什么能力 那你把这些能力补强 然后正确的去思考 那我觉得会比急忙跳进去 这个玩一个 你根本不知道在玩什么的游戏 来的更重要 总之 人生就是一系列的选择 选好跟选差 那真的会决定 我们最后会落在哪里 所以在你年轻的时候 就多去提升你自己的认知能力 然后敬畏每个游戏规则 人生搞不好就会慢慢顺畅起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